而在网路上的这段影片呢 也让人家直呼太离谱了 这是新庄警分局明智派出所的一名所长 上个月初呢 他竟然是在派出所里头 就像这个样子对一只拉布拉多狗 做出了猥亵动作 还被同仁拍成了恶警所长 虐待动物的影片PO上网 现在这个所长事后坦诚了 自己的行为很不恰当 而新庄警分局知道之后是很生气 怒斥着太荒唐了 以认为呢会引来社会大众的恶劣观感 目前他们是已经介入调查 除了研究说是不是会违反动物保护法之外呢 也要对这名所长来寄过程度